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知道在高原地区想要做熟饭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但是有一群可爱的人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默默守护着我们 那我们如何可以更好地保障他们的饮食呢 有这样一项低碳创新科技成果 在高原上也能实现轻松做饭 走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这是一套低碳燃气节能装置 也被称为分布式储能节能锅 它通过改变锅的结构和关键部件的材质选择 解决了在非高压状态下的烹饪难题 节能锅到底有多神奇呢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比拼实验 炖牛肉 看看传统锅具和节能锅在非常温长压的状况之下 烹饪40分钟 做出来的食物有什么样的区别 时间到 两口锅中的牛肉都已经炖熟了 而此刻节能锅还呈现着沸腾的状态 在刚刚的实验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 节能锅并没有在火上持续加热 但是依旧可以把饭做熟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聚热节能锅基于空气动力学原理 只需明火短暂加热 聚热盘迅速吸热 内外双层锅体之间的环形缝隙 形成烟囱效应 由于聚热盘在保温状态下持续散热 实现内锅底和内锅壁立体加热模式 使锅内达到微费恒温的烹煮过程 从而大大减少了燃气的消耗 现在我们请来了两位评委 看看在不告诉他们前提条件的情况之下 他们会觉得哪一种更好吃呢 我感觉这盘要更好吃一点 它苦感上更软一点 我也感觉这盘要稍微好吃一点 两位评委都选择了节能锅做出来的肉 那为什么节能锅做出来的就更加好吃呢 节能锅的结构可以让锅的四周 都保持相同的温度 在加热时大面积的接触食材 即使在高原这样非常温常压的情况下 也能均匀受热 让食物的口感更加原汁原味 节能锅不仅保留了食物的味道 还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我们在刚才做饭中 可以发现节能锅不但可以帮我们减少耗气量 而且便于我们随时打开锅盖 查看锅内的情况 烹饪做饭涉及到千家万户 节能锅凭借绿色节能的环保理念 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众多场所 有效提高了能源的利用效率 为实现双碳目标 天砖加瓦 放心无止境 科技也时尚 接下来请收看 时尚新科技 智慧工程冻结法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陈鸿达 冻结法施工技术 作为一种特殊的施工方法 因其抗渗透性能极强 常被工程师们应用在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上面 为施工工地冷冻出一层层 安全的屏障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很多人都坐过地铁 但是很少有人见过 正在建设中的地铁 走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这也太酷了 好像时空隧道一样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正在修建的 天津地铁八号线 宜山路站到常泰河东站的 中端隧道 大家听到的轰鸣声 就是正在施工的声音 两站的距离超过了600米 按照地铁建设规范中的规定 整个地铁隧道 每间隔600米 就要修建一座联络通道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两根通道一个最主要的作用 是承担工程维修和排水的任务 但更重要的作用是用来逃生 当列车在隧道内遇到突发事件时 乘客可以及时转移到临近的隧道 从而起到应急疏散和安全保障的作用 天津地区地下水丰富 存在粉土及细沙层 而联络通道的开挖 不适用于大型设备 且在挖掘过程当中 容易出现泳水漏沙的问题 因此冻结法施工是最安全的 最环保的 前面就是我们的冻结站 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检测 联络通道的冻结效果 走 我们去看一下 走 师傅您好 你好 联络通道目前的冻结效果 达到预期了吗 从冻结期的结装情况 开机以来 冻结发展速度正常 按照目前进度 预计11月中旬就可以顺利交捐 目前天津地铁8号线 宜山路站到常泰和东站之间的联络通道 冻结项目已经施工完成 预计2024年底将正式投入使用 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便捷 冻结法在市政工程 特别地下工程 关键的地方 它的治水的可靠性 是其他工法无可比拟的 如今 冻结法作为一种成熟的施工方法 不仅可以用于解决建造 竖井式地下停车库 综合管廊顿垢进出洞口加固 还可以用于各种特大口径 特殊地层早井的建造 相信在未来 随着国家经济和建筑行业的飞速发展 冻结法会对城市空间的重塑 冻结法会对城市空间的重塑 以及地下空间的应用 起着重要且深远的意义 放心无止境 科技也时尚 接下来请收看 时尚新科技 智慧农场 展示科技新创意 新产品新发明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我是梁慧敏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北京市海淀区的 京西道智慧农场示范基地 这里是北京首个以技术家 服务三产融合为核心的 智慧农场示范区 它有27万平方米 有37个足球场那么大 而这么大了农场 日常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工作 那么这个智慧农场 有哪些高科技设施呢 这处农场建设了 可覆盖水稻 耕种管收全过程的 部分无人作业农机应用体系 其中包括 智能拖拉机 智能插秧机 自走式职保机 智能收割机 以及其他配套的 智能化农机具等 有了这一套设备 农场可实现平地 深耕 悬耕 插秧 职保 收割等作业智能化 同时智慧农场内 搭建了数字化 综合云管理平台 能够对所有农机 进行智能化管理 以地块为单位 提前规划农室 农机作业顺务 等到了指定农时 农机人员可通过平台 远程操控农机 进行智能化作业 那么这些农机 是否真的听从指挥呢 现在正值 京西道的灌浆器 不久后就要开始收获了 现在我们提前 给智能收割机 做一下测试 看它能否顺利出谱 好 智能收割机 现在开始工作 除了智能收割机 智慧农场的智能拖拉机 也是一大生产力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